大家都會緊張 而且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台中泰安國小家長被校方通知 要把孩子帶回學校快篩 家長怕孩子染疫三個小孩 除了戴口罩、墨鏡還穿雨衣 一去下車等裁檢又怕孩子中暑 家長拿板子一邊扇風一邊等醫生 泰安國小副社幼兒園女廚工確診 24號、25號學校召回全校師生快篩 同時成立前進指揮所 防堵新傳染鏈 只要都沒事回去自己管理14年 如果有問題就只要去醫院 爸爸是小黃司機 兩個孩子 一個小五、一個小一 兄弟倆手上拿著健保卡 排隊等快篩 泰安國小一個年級兩個班 12個班總共195位學生 副社幼兒園54個孩子 全校將近50位老師 目前統計是兩個學生快篩陽性 等PCR結果 台中西屯區泰安國小的校門口 那25號一早 學校是緊急把師生召回來學校做快篩 從我背後可以清楚看到 帳篷下已經有學生正在排隊等待 有家長跟孩子快篩完準備回家 快篩出爐陰性孩子跟家長都鬆一口氣 實際防疫措施跟快篩陽性結果 要等CDC跟台中市府宣布 TVBS新聞陳一鈞許又翔 SNG小組台中暢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